历代自下 第25章 亚马谢登基的时候 年25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旦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只是心不专成 国一坚定 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谢召聚犹大人 按着犹大和汴亚敏的宗族 设立千夫长 百夫长 又数点人数 从20岁以外 能拿枪 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 共有三十万 又用银子一百他连得 从以色列招募了十万大人的勇士 有一个神人来见亚马谢 对他说 王啊 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女同去 因为 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连的后裔同在 你若一定要去 就奋勇征战吧 但神 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 因为 神能助人得胜 也能使人轻败 亚马谢问神人说 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一百他连的银子 怎么样呢 神人回答说 耶和华能把更多的事给你 于是 亚马谢将那从以法连来的军兵分别出来 叫他们回家去 故此 他们甚恼怒犹大人 气愤愤地回家去了 亚马谢撞起打来 率领他的民到严谷 杀了希尔人一万 犹大人又生勤了一万带到三癌上 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 以致他们都摔碎了 但亚马谢所打花回去 不许玉同出征的那些军兵 攻打犹大各城 从撒玛利亚直到伯汉伦 杀了三千人 挡了许多财物 亚马谢杀了以东人回来 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 立为自己的神 在他面前叩拜烧香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 向亚马谢发作 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 说 这些神不能救他的名 托离你的手 你为何寻求他呢 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 王对他说 谁立你做王的模式呢 你住口吧 为何找打呢 先知就止住了 又说 你行这事 不听从我的劝诫 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 犹大王亚马谢与群臣商议 就差遣死者去见耶护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斯 说 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斯 差遣死者去见 犹大王亚马谢 说 尼巴仁的吉尼 差遣死者去见 尼巴仁的香伯树 说 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 后来 尼巴仁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吉尼践踏了 你说 看啊 我打败了乙东人 你就心高气傲 以致惊夸 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 那些却不肯听从 这是出乎神 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 在犹大的伯士迈 与犹大王亚马谢相见于战场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斯 在伯士迈 勤住约阿斯的孙子 约阿斯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谢 将他带到耶路撒冷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事摆走 又将二别以东所看守 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 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为职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这类王约阿斯的儿子 约阿斯死后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 亚马谢又活了15年 亚马谢其语的是 至死至终 不都写在 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纪上吗 自从亚马谢离弃耶和华之后 在耶路撒冷 有人背叛他 他就逃到拉吉 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 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 驮回 站在犹大金城他列主的坟地里 犹大人 无认为 我认为 不认为